2018年欧洲发明家大奖颁奖典礼 星期四在法国巴黎隆重登场 美国发明家德库奇研发的植入式心脏除先产气电池 电力可持续长达五年 能够避免病患每年经历大手术换电池 成功夺下非欧洲类别发明奖 有些人说一些发明的行程总是在一个不留神的瞬间 这个情况恰恰就发生在爱尔兰发明家杜奥伊地的身上 当初他不小心把硅胶和锯末混合在一起 意外的发明了可塑性高的粘土 硬化后可以承受两公斤的重量 让人轻松的维修生活中损坏的物品 也让他抱走了中小型企业类别奖项 很多东西在我们生活中断 像这个电脑机的电脑 Suguru让它很简单 整个东西的东西 形成一样的东西 让它放在24小时 然后在夜晚 它变成一个很好的维修的锅胶线 它会继续长一年 医学学术方面 得奖者是德国发明家弗拉姆 他耗费了25年 终于研发出每秒能够拍摄 100张图像的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让医生能够观察病人体内的各种动向 更有效地了解病人的情况 虽然没有奖金 但是这一晚是对每位发明家的肯定